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欧洲央行管委Villeroy 降息太晚存在经济风险支持4月或6月行动 欧洲央行管委Francois Villaroy de Galhao表示 欧洲央行不能忽视将利率维持在高位太久的经济风险 应该在接下来两次会议中的一次开始降息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2021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股市强劲上涨和通胀量继续放缓的预期支撑下 美国三月末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上升 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三月早些时候的76.5攀升至79.4 美国第四季度GDP和GDI均反映去年年末经济增长稳健 美国政府衡量经济活动的两项主要指标去年年底强劲增长 表明经济仍在以稳健速度扩张 美国经济分析局周四发布数据显示 受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活动影响 尾盘 美股涨跌不易标普指数有望录得五年来最佳一季度表现 29日凌晨 美股周四尾盘涨跌不易 标普500指数有望录得五年来的最好第一季度表现 美国四季度GDP增幅上修为3.4% 预示经济增长稳健 昔日加密货币大亨Bankman Fried被判25年监禁 联合创始人Sam Bankman Fried因盗窃客户数10亿美元被判处25年监禁 这个令加密货币行业蒙上阴影的案件进入最终阶段 美国地区法院法官Louis A 欧洲股市创一年来最佳单季表现上涨面扩大 欧洲股市单季表现为一年来最佳 基于对降息和经济增长的乐观情绪 投资者预计上涨面会从大型股扩散到其他股票 复活节假期到来前夕 斯托克欧洲600指数在伦敦收盘上涨零 鲍威尔强调关注就业市场债券交易员从中找到交易主题 随着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开始公开讨论保护就业市场 一批债券交易员开始压住通胀率将维持高位 鲍威尔基本上是在支持做多盈亏平衡通胀率 欧洲主要股指集体收涨德国DEX30指数涨0.14% 欧洲主要股指集体收涨德国DEX30指数涨0.14% 俄侦察委员会莫斯科近交孔习嫌疑人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有关 莫斯科3月28日电俄罗斯侦察委员会28日说 莫斯科近交音乐厅孔习嫌疑人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有关 谷歌放大招 AI功能将登陆Pixel 8砸2000万美元启动AI加速项目 谷歌表示基于移动设备的AI模型Gemini Nano将登陆Pixel 8可智能回复 同时谷歌将启动AI加速项目资助更多实用生成式AI技术的非盈利组织 市值蒸发3500亿美元之后投资者对特斯拉难以乐观 格隆会3月29日经历了今年的极度下滑之后 特斯拉的股票最近几天貌似恢复了生机 但投资者缺乏压住该股持续反弹所需的透明度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将于下周初发布第一季度气 市值蒸发3500亿美元之后投资者对特斯拉难以乐观 经历了今年的极度下滑之后 特斯拉的股票最近几天貌似恢复了生机 但投资者缺乏压住该股持续反弹所需的透明度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将于下周初发布第一季度汽车交付数据 五盘 美股小幅上扬标普指数将录得五年来最佳一季度表现 29日凌晨 美股周四五盘小幅上扬 标普500指数有望录得五年来的最好第一季度表现 美国四季度GDP增幅上修为3.4% 预示经济增长稳健 SU7正式上市小米集团涨超8% 周四小米集团在SCUS股价走高 截至发稿该股涨超10% 报10.5美元 此前小米SU7正式上市 售价21.59万元起 SU7分为标准版本 Pro长续航版和Max版本 其中 日本首相支持央行保持宽松政策 但对日元走软发出警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有必要维持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 同时重申了政府对日元走软的警告 岸田文雄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日本经济在战胜通缩的道路上仍处于中途 日本2024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 东京3月28日电日本国会参议院28日已执政党多数赞成通过2024财年预算案 其中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 AMC院线跌超14%将出售价值高达2.5亿美元的股票以提高流动性 连锁影院AMC院线 AMCUS 跌14.23% 保3.72美元 AMC院线周四表示 将在市场上出售价值高达2.5亿美元的股票 希望在票房疲软的情况下增加现金储备 杰富瑞下调小鹏汽车目标价至73港元维持买入评级 格龙会3月28日杰富瑞发表报告指 小鹏去年第四季收入按年升1.54倍至131亿元 按季则升53% 净亏损由去年第三季的25亿元收窄至去年第四季的13亿元 FTX联合创始人SBF在法庭上对发声的一切表示道歉 格龙会3月28日加密货币交易所FTX联合创始人萨姆班克曼 弗里德告诉即将宣判他诈骗案的联邦法官 他很抱歉 我知道很多人真的感到失望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联邦机构必须证明其AI工具不损害公众安全与权力 格龙会3月28日按照美国白宫周四公布新规定 美国联邦机构 美国联邦机构必须证明其AI工具不损害公众安全与权力 按照美国白宫周四公布新规定 美国联邦机构必须证明他们的人工智能工具不会伤害公众 否则就要停止使用他们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宣布这条规定之前之前告诉 当瑞安航空CEO称希望卡尔霍恩留任波音首席执行官 格龙会3月28日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Michael O'Leary周四表示 虽然他对波音在生产层面进行的管理改革感到满意 但他更希望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Dev Calhoun留任 黑石将在5年内向印度追加投资250亿美元 格龙会3月28日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的亚洲区高管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未来5年该公司将在印度追加投资25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投资资产 亚诗兰代美股盘中上涨5% 格龙会3月28日亚诗兰代美股盘中上涨5% 领涨标普500成分股 此前美国银行上调该股评级 稀有威士忌过去10年的表现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 格龙会3月28日根据来访奢侈品投资指数 KFLY各种奢侈品类别的10年表现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10年回报率也被纳入其中 以提供更多背景信息 世卫组织启用冠状病毒全球监测网络 日内瓦3月27日电以促进和协调全球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及早准确的检测 贝莱德CEO 65岁退休太早 提高社会保障退休年龄的呼声 得到了一位热心粉丝的拥护 他就是贝莱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分客 现年71岁的分客最近在给投资者的年度信中写道 没有 奔驰巴尔迪摩大桥垮他不会影响汽车出口 格隆会3月28日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梅塞德斯 奔驰周四表示 巴尔迪摩大桥垮他事件不会影响其汽车出口 该公司通过巴尔迪摩港口进口汽车 并在塔斯卡卢萨拥有一家工厂 特朗普成带货达人 财务捉襟见肘还是叙事以待 当地时间26日 共和党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复活节前西化身带货达人 与美国乡村音乐家李格林伍德合作推销上帝保佑美国圣经一书